这是实盘应用 就是123球4呢 它不仅是可以应用于日线 它也可以应用于周线 也可以应用于分时线 它不仅可以应用于个部 也可以应用于大盘 我们一会儿要讲的这个 单阳侧顶和单阴侧顶 它就是线 只能应用于日线 不能应用于分时线 所以说123球4它的应用性非常的广泛 应用性非常广泛 你看我们用123球4 第一波行情上升的起点是2541点 2541点 第一波行情上升的终点是4335点 第二波行情上涨的起点是3563点 应用于我们所讲的方法 2乘以3除以1等于4 即4335乘以3563再除以2541 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是6078点 你说这个数它有多大的一 这在周线上它有多大的一 那么周线上它得到的数字就是6078 上涨指数最高见到6124 距离我们计算出来的结果 不到50个点 6000点不到50个点 所以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数字 6078的这个数字之后 你就有一把尺子 目前现在所处的位置 从3000点 4000点 4500 5000 5000 5000 6000 好了 到6000的时候 离我们这个6078的数字就近了 你就要知道 周线将见到这一个波段的高点了 后面它会不会还有一个波段 然后再上呢 它有可能 就是说我们有123求4 只能是解决一个波段的结束 解决不了 它后面是不是还有波段 所以说之前的这个下跌啊 我们现在日线的这个下跌 我们能够解决这一个波段下跌的结束 解决不了 是否反弹之后还会有再新的下跌 这个解决不了 这就是123求4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我们说这个周线 大家打开上车指数的周线 先打到日线 然后再进行切换 打到周线 周线 那么比较明显的一波下跌 就是3478点 跌到2319点 为12 第一个下跌波段的起点和终点啊 那么还有的呢 就是 第二个波段下跌的起点 那么起点应该是取 3067点呢 还是应该取 3186点 如果你要是不确定 你就把两个点都算一下 反正1和2是确定的 3478和2319是确定的 那么我们先算一下 3186乘以2319 除以3478 最后得到2124 再用3067 乘以2319 除以3478 最后我们得到 得到多少 咱们学员有算的没有 2045 对吧 2045 好 我们用日线 刚才算出一个数是多少 2048 用周线呢 得到一个数是2045 那也就代表了什么 周线到这个地方应该是止跌的 那么为什么一直强到这个问题 到这个位置上就应该是止跌了 可是呢 指数真不给列 它就真一直跌 但是呢 我比较担心 它是两段式的下跌 两段式的下跌 结果现在是一段式的下跌 所以说呢 我又不是很担心它 只要是一段式的下跌 那么空间的作用 就会在这个位置上得以体现 空间指向2045 周线啊 日线呢 又指向2048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 现在是20 今天最低 2029 在这个位置上 将产生非常强的日线的低跌 这个点是很强的 你说后面有没有下跌 有下跌 它也是反弹之后再下的事了 不是这一波 这一波这就是低点 这是空间123求4得出来的结论 好 我们再看这个 课件 刚才我们得的是6078点用周线 你看我们再把它换到30分钟线 30分钟线呢 我们有第一个波段 有第二个波段 还有第三个波段 按照速度的自相似性 我们要想求第三个波段的终点 怎么算啊 应该是用第三个波段的起点 为3 第一个波段的终点 为2 第一个波段的起点 为1 1等于5307 2等于535729 3等于5658 用2乘以3除以1 529乘以5658 再除以5307 最多等于6108点 6108点 上次指数 见到高点是6124点 我们用周线得到的是6078点 用30分钟线得到的是6108点 G 我们用小周期得到的数 要比周线的更加的精确一点 这里面也存在了一个大小周期重叠的问题 现在目前呢 我们现在也遇到了日线和周线得出来的结果重叠的问题 好吧 之后呢 像这一波也是2523点 1802点 2333点 用2乘以3除以1 1802乘以23333除以2523 我们得到的一个数 是1666点 而上证指数的最低点是1664点 只差了两个点 再看下一张图 123求4 2等于2123点 3等于2923点 1等于2712点 我们得出来的数是3366点 而上证指数见到的高点是3361点 只差了五个点 再看下一张图 上证指数的60分钟线 1等于3361 3314 3080 我们得到的数是3037点 上证指数的实际见到的位置是3040点 只差了三个点 再看这个图 起点是2890点 第一波上升的终点是3102点 第二波上升的起点是2963点 有3102乘以2963再除以2890点 最后我们得到的是3180点 而上证指数最高减到3181点 只差一个点 好我们再看 这是日线 3478的一波下跌 终点是26393181 我们得到的数是2413点 而实际上它见到的是2319点 然后这是这一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波 那我们进行计算 起点是3478点到2319点 再从3067点跌下来 我们得到的是2045点 对吧 2045 好我们再看下一步 这是日线 日线呢 我们取最近的一波行情 起点2536点 重点2132点 起点2453点 到现在 2453乘以2132再除以2536 最终等于多少 2060点 对吧 好不多讲了 这就是关于123求4 123求4它最主要的呢 它给我们一个值 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这个数字的问题在哪啊 我先把问题告诉大家 这个数字不一定到 比方说 假如说我们有 有这 有这 123 那你要求4 得到这个4 它不一定到 它从这直接上去了 看到没有 然后它又想 又下之后呢 就重新进行取点 这是3了 123 但是它到了4 就是我们得到一个4 这个4呢 是2453乘以2132 再除以2536 最后得到一个数 2062点 那么这个日线 如果到了2062 它就会受到市场 非常强的市场的支撑 当然我没有办法做到精确 没有办法做到精确 但是它会有一个 什么呀 会有一个大概的范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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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